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會一起來看看 過內在生活的時候 我們是一種怎樣的生活形態呢? 我們是一種體重內屋 體重內室的生活 我們看看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節 你討告的時候要盡你們內屋關上門 討告你在暗中的父 你父在暗中拆汗必然報答你 在耶稣的時代 施捨、討告、禁食 這三件事是當時的人認為 是很虔誠的行為 但是有一些很假無為善 就是做給別人看的 它不是真的 善、行事不是真的 而是假的 為什麼是假呢? 因為祂是做給別人的動機是不純正的 想別人稱讚祂 想別人稱讚祂 祂很敬虔、很敬虔、很敬虔 他們就可以有好明星 主耶稣就說我們討告不要像他們一樣 我們禁食不要像他們一樣 我們做施捨的行為也不要像他們一樣 他們已經得到人的掌聲了 但在神面前他們甚麼都得不到 我們討告的時候 耶稣教導我們要進入內屋 就是一個內室、一個密室、一個私人的房間 一個你自己去親近神、面見神的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的心靈 還要是關上門 即是說不要受干擾 不要被人分心 我們要好像鎖住 我們只是被神去佔據的一個時間 是單單去親近神 沒有其他的心思 沒有其他的障礙 我們不是要四位去被人知道 而是真的要封鎖 讓我們自己去獨處、面對神 為甚麼要這樣呢? 為甚麼要這樣去關上我們的門 在我們的內屋裡祈禱呢? 因為討告是一個跟神的關係 是我們在討告中我們的心與神連結 我們跟神的一個很親密的互動的時間 並不是宗教行為 宗教的行為就是 我有討告還是沒有討告? 討告了多少分鐘 我們有沒有做? 一天要多少次? 這些好像很宗教、很愛在的形式 好像是假的、做給人看的 有做就剔一剔的 討告不是這個意思 討告是一種很真實的交流 一種很真實、跟神連結的一個時刻 所以我們一定要是很個人的 我們只有我們跟上帝 我們沒有任何被要求 或者是宗教規定的一個這樣的成分 我們來討告的父 他也是一個暗中的父 所以我們為甚麼要進入內屋呢? 因為我們的父都是一個暗中的父 他暗中來去拆汗 其實暗中的父可以譯為甚麼呢? 就是你在隱密處的父親 原來天父給我們 是先已經在隱密處 其實他在這個內屋等著我們 他已經在那裡 在隱密處 他一直在我們的心靈的深處 在隱密的地方 他一直在等著我們 進去山上道門 跟他很好的親近 這就是為甚麼我們要討告 要這樣與神連結 因為在隱密處的父 他一定會報答我們 即是我們所做的事 不會往而不會白費功夫 而是一個得獎賞的生活 那會得到甚麼獎賞呢? 我們看希伯來書第四章十六節 所以我們只管坦而無懼 來到詩恩的寶座前 為了得連述 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在舊約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進入至聖所 來到詩恩的座前 只有大祭司一連一次 在贖罪日 他就代替百姓贖罪 他就要進入至聖所 穿過萬子進入去 去獻賞自己 去贖罪 他進入去的時候 他都會戰戰兢兢 很怕自己不夠聖結 就被神擊打 但當耶穌寫十字架的時候 萬子是裂開 即是再無阻隔 這個罪帶來神和人中間的阻隔 因為耶穌的救贖 已經失去了 這個阻隔不存在 人是可以跟隨基督 靠著耶穌基督 我們就進到神面前 在自聖所 在詩恩座前去面見神 詩恩座是一個神 涂抹我們過範 忘記我們過範的地方 是一個神給恩典 給憐憫 幫助我們的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隨時就進入去 是靠著耶穌基督 所以我們奉耶穌基督的命來討告 我們就真的進到神面前 我們靠著耶穌基督的補血 我們就真的來到詩恩的座前 在那裡 我們去單對單 很個別的 我們去親近神 我們來認識神 我們去聆聽神 神會在詩恩座前 來幫助我們 對我們說話 與我們互動 這是一個很大的恩典 是一個很大的恩典 是所有以色列人 他們根本就沒有辦法明白 過去這麼多年 這麼多千年 都是要這樣憲制 都是要這樣憲制 誰可以這樣進到神面前 但是今天原來已經打破了這個格格 所以是一個很難想像 對很多的猶太人 對很多人都是想像不到 原來可以跟神有一個這樣親密的關係 進到我的內室 關上門 就是這樣在那裡 去與我的父神 來面對面 來討告 來祈求 來靈聽 來等候 這是一個好得無比 是一個非常寶貴的經驗 但是今天我們有沒有這樣進到至聖所呢 還是說我們的討告 依然都是那種 有沒有祈禱啊 祈禱我們都 自己不懂得旗啊 怎麼旗啊 寫給我 我跟著讀啊 我們很多時候還停留在一個很開端的階段 還好像剛剛學祈禱 我們其實要盡心 不是只要怎樣旗 而是我們帶著什麼動機 什麼心態 在一個什麼狀態 來去旗 在一個內室 是一種 不是做給人看 是我跟神個人一個這樣的關係 獨處美好的時光 遇見神我們還會缺少什麼呢 所以有很多的獎賞 就像你進來 爸爸就獎你 你一進來 爸爸又讓你經歷他的同在 美好 你又得到獎賞 你又好像這樣做是對的 我們又繼續 所以其實這種獎賞 是神很願意給我們的 是神很樂意地來給我們 所以我們每一次親近神 每一次來到詩恩的寶座前 我們都會得到一種的回饋 一種好像是神很滿足 我們又很滿足 一種很喜樂 一種很開心 很平安 很穩妥 這樣的生命 就會慢慢地建造在我們裡面 所以我們要體重內室的生活 我們要體重這一種 會帶我們得獎賞的生活 不是只顧著忙忙碌碌碌 很熱鬧的 外面的很多行為 很多的活動 都充斥了我們的時間表 我們要留一些時間 父神就在我們的隱密處 等著我們 我們一定要有這種過內室生活的 這樣的習慣 操練 好叫我們真的可以 常常都 有些什麼事 我們就已經可以 馬上回到我們的內室 關上門 我們去尋找神 這個心靈的連結是非常重要 所以弟兄姐妹 我們不要滿足於 我們今天有祈禱 祈禱了 祈禱了多久 我們不是滿足於這一種的 祈禱生活 讓我們盡心的 去到一種 真是和神真實交流的 祈禱生命 你可能會覺得 剛剛開始的時候 好像去到一個皇宮很大 在哪裡 CN座在哪裡 神在哪裡 在哪個房間找祂 我們可能會覺得很迷惘 好像不是那麼容易 去感覺到神的同在 但其實 神已經在隱密處 你一進來 你要相信 神已經在 因為祈禱很喜悅 祈禱等著你 你只要跟隨著 聖靈的感動引大 聖靈會幫助我們 就帶我們 進到神的面前 很可能 你只是安靜多幾秒鐘 專心多幾秒鐘 其實你已經可以 進到神的面前 已經可以感受到祂的同在 其實祂一直都同在 一直都在你心裡面 在你的隱密處 一直都在 只不過我們 形形逆逆 忙忙碌碌 我們的靈覺 我們靈裡面的觸覺 好像不夠敏銳 到底神在哪裡 就是這個操練 讓我們的靈可以感受到 感覺到神真的在這裡 神就在我心裡面 所以這個是值得我們花時間 去親近神 帶著一種信心 你親近神 神就必親近你 這個就是神給我們的應許 讓我們就是這樣來 一天一天 我們去盡心 學習禱告 離開那種 只有字句 只有行為 只有 習慣 而是我們進到一種 在內屋裡面 一種這樣的討告生命 我相信神必定遂聽 並且神一定會報答你 去到你就知道 可以怎樣討告 因為聖靈是會幫助我們 在一切我們討告的軟弱上 聖靈都會來幫助我們 讓我們就坦然無懼 只管坦然無懼 就去到父的面前 去領受這一份的恩典 讓我們一起 來到進入去等候神的時間 主要我們有很多討告上的軟弱 我們不是很懂怎樣祈禱 但是討告的內容 遠遠不及 討告的心來得重要 討告不是只是一個宗教行為 討告是與我們的神 親自的面對面 每一次奉耶穌基督的命 我們就來到父的面前 沒有萬子的左隔 坦然無懼來到我們的神面前 主要帶我們進入至聖所 主耶穌我們願意跟隨你的路 跟隨你的腳步 我們就能夠來到耶穌的面前 來到愛我們的神面前 主要讓我們更深的進入 主要讓我們更深的進入 加添我們的信心 讓我們相信 我們可以按著我們的本相 來到神的面前 不需要掩飾 也不需要掩飾 也不需要掩飾很多東西 很單純的 就像小孩子來到阿爸父面前 我們只是想來親近你 我們只是想來親近你 主要我們要感受你的同在 更深的進入 主是耶穌 就安靜你的心 在神面前 仰望祂 等候祂 求天父你親自對我們每一個說話 是在神面前 你也許是在神面前 沒有我們靠近會 感覺到神面前 你也許是這裏 尚愛 你也許是在神面前 讓你再思考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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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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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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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